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监狱也可以研究 公安也可以研究 但是监狱研究比公安容易一点 可是它对象有个什么问题 比如监狱我到监索去发一个问卷 做一段时间跟他们相处一段时间 就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了 可是你那个研究是罪犯心理 不是动词的犯罪心理 公安他所面对的 比如说我现在怀疑你了 你会怎么样 你肯定想一切办法说不是我 所以我要研究的是一个动态的 这个动态的心理研究 它有一个难度 就是什么难度呢 就是我们的司法程序 侦查阶段外人也接触不了的 侦查初期就是抓了他以后 马上就要一系列的证据的确定 所以你还是外人不能介入 然后到起诉到审判 外人还是不能介入 除了律师 所以你研究者难在哪 就是我们这个领域特别难进行 就是你接触他很难 所以我是属于什么呢 就是属于那个乌龟赛跑那样的 就属于人家都干不下 人都走了 然后我还在这泡着 泡了三十年 泡了三十多年 然后慢慢慢慢 就是我的同行接受我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案件 他们有时候吃不准心理的时候 他来找你分析 这一分析我就成他们自己人了 于是泡了之后 我就直接可以跟这个嫌疑人进行核实 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在这个滚动过程当中 就获得了很多的 非常的就是动态的东西 咱们这个傅建峰也是老记者了 也接触过很多这些年的恶性案件 那天咱们跟这个李老师 留下一个伏笔 就是你提出的这个马家爵的事 你觉得还有什么问题 他还没解释清楚 马家爵的这个事 我还是想听到 自己说一句 就是您的这个分析 就听起来就是是一个很严密的一个推理 但是其实心理学的分析 好多是要基于证据的 那么马家爵的这个 后面的这个行为的方式 您这里觉得可以说的 因为有些可能是你觉得是隐私 那有些什么样的证据可以来说 就是能够回过头来反思这个案子呢 其实我回答你这问题 我很纠结 因为我们犯罪心理研究 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我以前在博客当中也讲过这个话 就有很多真相 是不能够都拿出来说的 为什么 因为真相会伤害到相关的人员 这个比如说 曾经我们有一个现场 一个男孩被害 他被害被砍了很多刀 然后上面压了他们家的被子 那么当发现以后 报警警察来了打开 去做体检 就是尸检 结果发现男孩生殖器被割掉 这个事不敢告诉他的父母 所以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就是很残忍的东西 就是我们要小心翼翼的把它盖起来 那我认为心理上也有这样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个我要谈他的案件 最关心的一定是他的家人 那么他包括他的村里人 那有的时候你把他剥的太干净的话 就是他的家人会更痛苦 所以我有时候就想讲 就是我关于这个案件 其实我在我的著作当中 就是隐去了他的权名 我曾经做过这个分析 就是我没有用他的权名 但是就是他的证据在哪 就是一个是我首先有一个分析假设 然后最后就是去找 从几个角度来看 一个他这个作案方式是属于灭口性的 马家军 三天杀四个人 是灭口性 杀人灭口 他不是情绪性杀人 情绪性杀人 你喝完酒一天 你杀了人一天之后 你肯定醒过来 他三天杀四个人 所以显然 非常冷静 对 非常冷静的预谋的 这四个人掌握了他的隐私 这四个人其实我认为是什么呢 就有三个人是跟他打牌的 其中有一个人呢 还跟他打同肩的 跟他没有任何仇恨 所以你在研究第二个问题 就是他在法庭上口误 他多次讲他们三个人 他杀了四个 他说三个 那就是有一个人 是不是因为有仇的 哦 这样 不是因为有仇 那为什么杀呢 灭口啊 第二个说灭口 第三个为什么灭 那么我当时我记得 很多的杂志上讲 包括不是杂志报纸啊 讲说他因为贫穷 这个理由不能成立在哪呢 他杀的人比他还穷 如果你长一米七 我长一米六八 我能说一米七的人长得矮吗 哦 对吧 所以这逻辑不能成立 这第二点就是说 他在宿舍里又不是一个人住 他要是没脱鞋的话 别人脱鞋照相可以穿上课 所以不可能说 没有鞋不能去上课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时我们中青报的记者 叫崔丽 他在 我是写完报告发表之后 是在死刑 就是判决之前 他是在判决宣判之后 去做的这个采访 他去之前给我打一电话 我当时要问的问题 就是寒假期间 有没有过性行为 我就让他给我补这一个问题 我没见到他 问马家决 对 就寒假有没有性行为 所以他当时的回答 这个报纸上全公布出来 你们可以看 原话就是有在校外 好多次 那我就认为 他是有某种行为 被他同宿舍同学知道了 打牌吵架 说你为人差劲 是说出了这个事 问题是 我可以做这事 但我不愿意让人知道这事 对 你把他拿出来吵 在场的全听到了 是 然后你们再说出去 我怎么去见同学 我认为马家决 正是因为他是个好人 他很在乎面子 而且他内心来讲 他也觉得这事不好 这个谜底 我这么多年 所以为什么我当时不讲 就是我讲他不是什么 我为什么不讲这个 我实际上也 所以很多人说 我对马家决怎么狠 错了 所有大学生犯罪 我都是心生 这个 就很痛苦 悲悲 悲悲 对 所以我对大学生犯罪 我是真的是 对他们 我还想起一个 就是那个像复旦 那个 投毒 毒死同宿舍的 那你那个是有原因的吗 那也是 这个案件 实际上大学生 包括要加薪 包括这个 均说这个 黄阳这案件 我认为他们其中的问题 都是缺一个观念的东西 观念 智商绝对够 是 缺的是观念 观念是什么 就是人心目中的一个画面 有的时候 我认为我们很多高智商的孩子 他们天天就在书本里头 他缺少对生命的真实的感受 这个生命感受 包括什么感受 不是说生命的珍贵的问题 而是说做错事 没有机会弥补的 这个可不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说 我记得有个 四人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人 人类只属于能够相互爱和相互关心 是因为有一种 对于同情的想象力 就这个是不是也是观念的一方面 对 其实心理发展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聊这心理发展 它在人的最早出现就是情感 但那个情感叫依恋 就是一个人 就小孩半岁就认人 就认这一个 这一人来他没意见 别人来他马上就闹 对吧 这个依恋慢慢大一点 如果这个情感越丰富的抚养 孩子就听和面孔越多 所以他就一定说的好 他只要说的好 他就会出去接交小同伴 就伙伴 伙伴关系好 他就会有一个群体的交流的过程 就是这个初期的 这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发展 如果他没有这个经历 这个孩子就话少 话少 他就是后边和社会交往就会有困难 那么这些呢 我们讲情感发展 它是要有台阶的 比如说早年是父母 就是上下 紧跟着同伴 然后就是老师学生 就是双向的 然后再往大的就是同性 一般我们同性的一般发展 就是在小学六年级到初一初二 初二之后 基本就开始异性 我们叫花季 花季就是异性 然后异性之后呢 当他真的恋爱的时候 这人开始不自私了 之前都是自私的 为什么呢 当我爱他的时候 我好吃的给他留一口 我有电视票把它叫上 开始知道 这就是爱的扩展了 你说什么时候 叫完成这个人成熟的爱呢 就是他能够对一个陌生人 感受的一个东西 比如看到那清洁工人 就想他这么心情 就为了他的一个家庭 绝对不要伤害他 这就是一种博爱了 博爱就是说 他能够对陌生人 产生一种感受 我们可以看到 药家欣对妈妈很好 但他对陌生人不好 所以有很多人呢 实际上情感缺失在哪呢 就缺在这 就是我们现在 很多孩子的情感发展 他单一的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海淀法院判的天一 他的家庭也有这个问题 他妈妈的情感 只看到自己孩子 他没有看到别人 所以呢 这种情感呢 你就感觉到 就是妈妈的情感 就不是很完整 所以他的孩子情感 一定会有缺险 为什么说妈妈的情感 不完整呢 因为他妈妈 只看到自己儿子 看不到任何别人 那这不是很 好像很多妈妈 是不是都有这个局限性 对应该是这么讲 但是真的 好的母亲 就是优秀的母亲 她会告诉你 如何替别人考虑 善待他人 其实善待他人 是救命的东西 哎呀 这句话说得好 这句话说得好 就是我们研究很多犯罪 都是这个问题 就是你发现 这犯罪人杀了那么多 就这个没杀 为什么 因为这人 善待着犯罪人 这个是宗教 也是宗教上的一个问题 敌人算 其实就是敌几事 你像那个 曾经03年 有个黄勇的案件 黄勇 最后那孩子没杀 我后来见过这孩子 他杀了多少个孩子 来讲 这孩子最后 为什么没杀呢 他在他折腾他的时候 把他捆上勒啊勒昏过去 醒过来 他一直在哭求 说你别杀我 我是独生子 我有爸爸妈妈 我还有一个 没有胳膊腿的大爹 就是他大 大掰是抗美援朝的 这个残疾军人 还有个奶奶 他说你要杀了我 他们以后怎么办 他说您也有妈妈 你要如果就这么没了 你妈妈回来找不到 你会怎么样 说的黄勇大哭 黄勇哭 你知道他说什么 黄勇当时哭说 我妈才不管我死活呢 我不在 他们都不管我 然后这孩子说了一句 那如果这样的话 您要不嫌弃 您把我认作刚儿子 老了以后 我陪你 我给你养了 我把你接过了 跟我奶奶一块 黄勇最后把他放了 我说这孩子 像是您的研究生啊 这太会说了 这是天性 这孩子就是特别善良 善良 对 后来接触他非常善良 所以我就说 这个善良 所以我觉得做母亲 你要教会孩子 要善待别人 记住 善良 能救命啊 一面之人 能救命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十月相对论 前年技术探讨 预示世界潮流 新世代生活 凡事都可能 近在完全时尚所册 相对论 您既然说到孩子 我就不由得想起来 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残害孩子的这个事情 太多 而且甚至就很多 是那种亲生的 你想一个父亲 拿这个三根钢针 扎自己的亲生孩子 因为怀疑这个孩子 不是自己亲生的 你觉得还有像 一个母亲 怎么着把小孩 弄在这个十四楼 要往下扔 你说这种亲的父母 他们还是正常的人吗 亲在这个 我觉得应该这么讲吧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社会变革问题 我觉得社会变革当中 有那么一部分人 他应该说吧 很多这些异常的人 他自己也受到过伤害 受过伤害以后 他会对更弱小的人 去伤害 自己的孩子 对 有这样的 所以就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犯罪嫌疑人 肯定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 他自身心里有严重 你比如说最近 把两个女儿 放家里饿死的那个 对对对 男性饿死女童的那个 对对 所以这个案件 你就可以看到 你只要看到妈妈 你就知道她为什么了 她妈妈自己从小到大 就是没有人管的 因为她是没有人管 包括我们在研究犯罪当中 有一个犯罪人 跟我讲的话 我当时听的真的是 她的行为 你要看到现场 你会知道她多可恨 但你听到她 讲她的经历的时候 你会感受到 这是一类人 就是我把犯罪分为三种 就是重复犯罪的 危害社会 非常严重的 有三种人 一种我们叫 反社会人格的犯罪人 这类人呢 是没有理由 从小就坏的 第二类 我把它叫 犯罪人格的犯罪人 犯罪人格 就是说 她的人格 是在犯罪的背景中形成的 什么叫犯罪呢 她从小没有人管她 她基本不能自我生存 她自生自灭 因此她只能 不择手段生活 这种就叫犯罪的人格 还有在监索当中 比如说 一官十多年的 她基本接受 全是犯罪人 就是斗狠的 她出来以后 你别指望她善良 这是第二类 所以你刚才问的 这就是这类人 但这种能到 违反了人类本能吗 你比如母爱 父爱 这是 就能把这个本能 都违反了吗 当然可以 这个人 她什么样的都有 因为什么呢 她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有些孩子 她这个东西 就是说 这问题比较复杂 这很重要的一个词 叫人性 人性 对 要把你这问题 回答明白了 要回答什么是人性 人性 身似海 人性是怎么出来的 我讲课经常讲这个问题 它是养出来的 就是人和动物 就高级动物 它有这种自然情感 比如狗也是这样 你只要养它 它不咬你的 但狗会咬别人的 对吧 那人呢不是这样 人是什么的 人老天生出来 让你生出来 就是什么都不行的 四肢不能翻 然后头不能抬 吃喝拉撒睡 翻身温暖打嗝 你哪个事都自己干不了 那干嘛呢 就等待别人 所以人一出生这个世界 它就是需要别人帮忙的 因此人的社会性和情感 是这个过程来形成的 那么这个过程形成就需要什么呢 就需要一个稳定的抚养人 然后还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 如果你只把它放到床上 把奶瓶上嘴里一塞 这个抚养也能长大 但是它跟人绝对不亲 它没有机体感 所以你去研究变态 把人身上做那些手 那些东西的 它都是没有这个跟人的 比如说妈妈抱着我 她的身体就是我最快乐的来源 所以我贴着人身 是我感受很快乐的 那有的孩子被扔到医院 她爸妈走了 那谁管 护士来了今儿这个 明儿那个 他能有这种固定的身体的记忆吗 没有 所以稳定的这种抚养 多长时间呢 至少要到他六岁到十八岁 这是人类的特征 对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 之所以出问题 就在早期这个阶段出问题 尤其是情感出问题 那我再跟您提一个 最近我们做的这个一个案子 就是山西那个挖 那个南童 那个小彬彬的 那个案子 当时您在这个央视 也有一个解释 我们看到 但我们还是觉得有点费解 就是说这个张慧英 就他这个伯母 他到底为什么呢 就说是最后说是 好像有个两千块钱的 借钱的这么一个事 大概怎么就会像孩子 下这个手 这只是个线索 其实还是这句话 就是他的真正问题 是他自身的 他人格上的问题 他略有一点被动人格的特点 叫被动攻击人格 怎么讲 被动攻击人格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 咱们举个最简单的历史 历史上太监 太监 对 太监呢 你看太监要整起人来特狠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奴才 他上边是他建的最高 但他命最低 所以他就会形成什么呢 就是点头哈腰 是他的一个必须的 已经成习惯了 但他心里头 所有的委屈和恨都存着 他一旦找到一个比他更弱的 他一定就会发现 这就叫被动攻击性人格 就是越 就表面上看起来 越弱小的人 反正可能他的攻击能力 反正就会越强 那倒 对 不完全是这样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一种迎合的背景 迎合 迎合 比如说我曾经也遇到过一个小男孩 有这个特点 后来我发现什么呢 他家里头是当地的一个领导干部 那我就理解他的人格怎么来的了 也就是他家里经常会有求他父亲的人 求他父亲 他作为一个小孩 那他肯定要叫叔叔叫阿姨 但是来的人多了 他会很烦这些人 对 所以他表面跟人绝对礼貌到位 可是心里他对谁都充满着一种仇恨 实际上这是他的家庭 这个领地被人侵害 不是要侵害 就是说老被侵入 老被侵入 所以这孩子从小他很烦 所以他后来到他长大 他跟谁都很 你好 绝对礼貌到位 但他心里跟人不友好 所以被动攻击 这女孩 我觉得就是你说的这个嫌疑人 他也有这个问题 李老师你刚才讲到犯罪人的这个犯罪人格 其实我很有一个问题想问 因为刚才说的是好多变贴人格是相对比较少的 但是我以前这座采访就跟踪了六年的一个坎首党三称 他那里是他们好多的暴力犯罪 就是一个是时间持续比较长 另外一个是犯罪就像形成一种风俗一样 就是其中最让我惊诧的是有一个少年 他当时的时候这个周围的很多人去犯罪 我采访了他 他说我同情这些人 然后有一天如果老板拖欠我工资的话 我也可能会去抢劫或者甚至会去杀人 结果这个话说完七个月之后 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杀人了 我当时觉得不敢相信后来陪着他去自首 那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称章 就是后来这个犯罪也函 他们作为的称章蔓延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 我就做了很多的研究 但从心理学的角度 怎么来解释 就是说他自己说过的话 最后真的在某一天变成一种现实了 这是对的 这相当就是他的一种 他已经形成一种认知了 他认为如果我遇到这种事 我一定会这样的反应 所以当他真遇到的话 他肯定就是这反应 这是认知的问题 但他这种认知怎么形成的 来自他的原来的生活背景 还有刚才您说的教育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看到的也是这样 就是他那些称章 基本上就是老年少年小孩在那里 父母都出去了 说他们其实都是没有太多的 直接的父母的爱在他们那里的 并且这样的状况 就中国就是现在有两亿多农民工的背景之下 就是大量的农村的儿童 都是这么一种状况 这种危机 我们社会怎么来防止 怎么来解决 你说的这个问题是中国 现在我认为非常 就是急迫的一个问题了 我曾经见一个16岁的一个少年犯 他也是在短短的两年之内 杀了很多人 然后杀第一个女孩的时候 从人身上翻出12块钱来 我就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12块钱你就杀一个人 他说我不杀他 他一直在叫我 他一直在反抗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 他妈妈养他多少年 我说多辛苦 而且现在没有他了 他爸妈老了怎么办 他说我管不了那么多 我没钱怎么办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打工 他说打工太累 我做过保安 后来我了解他背景是什么 他父母很早就他很小 就父母出来打工了 把他撂给他的姥姥 那么他姥姥根本管不住的 所以他不上学 然后到最后他姥姥 当他过了12 3 4岁 已经就带有破坏性了 他姥姥说这孩子得你们自己管了 于是爸妈一天就可以把他 从农村接到城市 那你想这孩子 要知识没知识 要观念没观念 要技能没技能 然后他观念从小松散惯了 让他占保安他都干不了 他说我占这一天我受罪 就刘老师我再说一例子 我这些那个像刚才说的 那个城庄的附近的小学里面 都采访 因为我当时也意识到 我要去理解和了解他们的教育 老师们包括校长给我抱怨 说现在的这些留守人同 太难教育了 没有办法教育 不知家庭作业 他们不完成 你上课里面的时候 闹哄哄的 就这个问题 失去了人类正常的成长规范 父母跟孩子的一尺线 看来这个问题 不只是个简单的清新问题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社会发展的 你说的非常对 我认为现在我们都看到了奶粉 看到了空气 看到了水 但是我没有看到 我们人的生活环境 就是家庭 其实你可以研究这个 我们近些年一些案件 你会发现这类的案件 在60年代 要说穷 我们没穷过60年代 对 要说乱 我们没乱过文革 文革多乱 对 可是我们现在这些丧失人性 不可思议的 包括刚才讲的 儿童的伤害的案件 你为什么现在这么多 所以很重要一点 就这些作案人 他的情感异常 而他的情感异常在哪 就在于他的 作为人的成长发展过程当中 情感的培养的过程 确实 那您说 跟现在中国社会 这个转型期太快 什么有没有关系 肯定有关 所以我觉得现在 我为什么在呼吁一个问题 比如说 当然这个话 也说得很那什么的 我还是很 这个话是很那什么的 我觉得六岁之前 爸爸妈妈不要离开孩子 就六年 六岁之前 不要离开孩子 我们甚至想问他 我觉得这个能不能够 像李老师 还有我们的好多教育学者 包括比如说国家教育部 能够这个事情 能够发起一个大型的 一个社会倡议 我觉得要来推动 六岁之前 爸爸妈妈跟孩子 必须要在一起 我们这个社会 一定要来接见这种 善爱亲情 第二步就是国家 要在教育上投入 就是教育要跟上 绝对不能让孩子上 你比如说国外 很多国家都有规定 就是如果这孩子 是适龄学生 在街上游荡 那肯定警察 就要把你扣下来 我们就没人管 乞讨到那么多儿童 没人管 所以孩子是国家的 他就有这个观念 他不是父母私有的一种 而且不关国家的 这孩子长大了 他的破坏行为 可不是他们家 是社会 是全社会的 是整个社会的存在 对 所以我们如果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